上下挥霍无度略知于民 民便在即略知于商 带云娘 国参顶级历史全谋剧 大明王朝1566 写的是百年史 拍的是众生像 最值得推敲的 这是史册里的人心 本期点赞过万 下期几日赶出 一省巡抚装死 顶级太监委屈 赤脚草鞋的锦衣卫无人敢惹 皇帝滔天一怒 严导父子痛哭 浙江局势巨变 海瑞同省级二把手和茂财打擂台 保下其他众为首的几位成安灾民 从上批我们得知 而今最大的问题 一来 是首富神医生闹了一出奉旨震灾 乱了上下计划无从收场 二来 两米在前 灾民却忧心忡忡 不敢借梁改道为丧 国策难失 码头之上 正是人头攒动 百姓围拒 当中早有痛苦低雅之声 鞭吃之行 生生如肉 便是田有露那等软弱胆小之辈 也皱起了整张面容 露出负感同身受的唐烂 海瑞早就不忍地撇过脸去 人群也是鸭血无声提心吊胆 唯独乔装一群的锦衣卫 纷纷眼前一亮 只见受刑者正中间的旗大柱 虎背腰风 两肩背部鸡笼如铁 黑亮如油 真正是一副 值得进锦衣卫的好身板 不由得低声喝彩起来 海瑞面容早已冰冷 看了眼行星结束的几个人 大声开口 刚才这些人在受刑 底下好些人在喝彩 我现在想知道 喝彩的是谁 锦衣卫顿觉尴尬 早贴边溜走 焦阳热灼 这么多人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海瑞突然抬高了嗓音 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刑吗 是为了给你们买粮 为了你们的甜 不被那些大户贱买了去 他们差一点被烧死 被吊死 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 百姓们彻底安静下来 早神色千变的 牢牢住着大人 最打动震慑人心的 往往便是发自赤诚的肺腑 与虚弱的教训 眼前火候正佳 海瑞沉下嗓音 嘶哑着 开启了大明第一场官员记者招待会 遭了这么大的灾 几十万人要么就会饿死 要么就要把田都卖了 有几个能向他们出来为乡亲们做点事情 身后的田有洛也跟着平平点头 再瞧瞧其他路等人血色呼拉的后背 乡亲们均有些复杂地低下了头颅 生出了几分自责与庆幸 海瑞伸出手挥了挥 不入主题 这些我都不说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 皇上 给你们送粮来 粮食竟在眼前 借贷不需利息 只一条改道为丧的条件 可几天下来 却无一个人愿意借粮改丧 农民心中想得实在 粮食竟在眼前 种了 几个月就可得收成 可要是成了丧苗 那可是不能吃的生丝 海瑞极尽呐喊出声 许下承诺 生丝卖了钱 可以买更多的粮 皇上已经下了纸 种丧 三年免税 种丧比种粮的收成更大 多少大户 想买了田 去改种丧苗 那为什么现在有人 借粮给你们 你们反倒不愿自己种丧呢 万民垂一头 若有所思 海瑞趁热打铁 大手一挥 我身后 几十船粮食就停在江上 湖布堂 从江苏也借了几十船粮来 一两天高富台就会运到这里 凡是愿意改种丧苗的 我海瑞 带皇上 带朝廷借给你 海之线从来都是铿锵有力 为民做主 细致肺腹 我包管我管的百姓 每一个人都有粮度货 凡是不愿借粮 我一里能不借 与其愈发沉痛 我不想我管的百姓饿死 可是 我也得向朝廷交差 凡是不能让我交差的人 那是你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样的百姓 我海瑞也救不了你们 大明以皇帝为首 自言松上下 皆流传一句奉为治理的名言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知之 出自论语 义是 教百姓顺上位者指引的道路走 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这也是改道为丧之初 百姓一无所知 知之不详 豁出去命守护稻田 至此抵制桑苗下地 即便如今栽荒而至 粮食在前 也不愿去冒那份险 可古汉语流传至今 没有详细断句 且这种愚民治理政策弊端连连 百姓容易煽动 动辄造反 封建王朝覆灭 天下大乱也是常有的 即便到了近代 在某些特殊时期 还有人借此抨击孔孟等学者 诗意也有两种解释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知之 这时候的可 一般取其认可之意 其可者使其自由之 不可者亦使之之 第三种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常常是 老百姓若可认识 就让他们听命 若不可认识 就让他们明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断句解释 绝不止眼前而已 海瑞显然并未将百姓 当作鱼处理 尽管演讲说服 带了些煽动人心的技巧 却是有选择的 告知灾民一些真相 以父母观的身份 说出那些质朴实在 比起只会杀人砍头 发号失恋的那些大官天子 来得信任有安全感的多 果然 海瑞话音刚落 人群立刻便起了躁动 议论纷纷 显然已是动摇不已 淳安县扛霸子齐大柱 敢只身挡猎马 舍身阻洪流 替乡亲们永担罪责 向来是有号召力的 对于有救命之恩的海瑞 已是一厢肝脑涂地的热血 这回更是扯开了大嗓门 乡亲们 上天有眼 给我们淳安派来个 晴天大老爷 救了我齐大柱 也救了你们大家的命啊 海老爷刚才说了 乡亲们要想活命 就赶快借梁重丧 谁要是跟海老爷过不去 不用官府管你 就是齐大柱和我的弟兄们 也不会放过你们 给海瑞加上了一重保障 一时间 想用借梁者潜伏后继 应生者无数 吸壤散去 海瑞悄悄找上了齐大柱等人 神色坚毅 指了条名路 杀敌宝国 不多时 这群热血儿狼便收拾了行囊 参军七起光部队 勇杀倭寇去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伪迹 当然 这都是后患 6月14日那晚 月亮已然透着一份皎洁的圆满 县衙后堂 如水般清凉的砖石板上 自有剪影绰绰 海瑞扛着半袋粮食 自前院急不会堂 早就薄一微汗 却听前方一阵水花灵丁之声 海瑞一阵争愣 接而迅速升起了一抹激动 堂前高碗裤脚 胡宗宪总督署参军 潘伦 潘子李 他相遇固知 总是多几分暖意的 海瑞甩脚便脱了布鞋 唇边挂笑 即便是早就听到了脚步声 潘伦还是扑完手头一瓢 才直起身孝望海瑞 给歇牙前前后后一通忙活 早将屋里屋外的地 洗得干干净净 水波未央 海瑞玛丽收起衣袍 赤着脚笑不拢嘴 打趣不已 神出鬼没 你将总督署的兵 交给高夫太太了 自己躲了 你以为你现在偷偷跑来给我洗地 我就能轻易饶过你 潘伦面线了同人一眼 半是认真的调笑 一个小小的纯岸支线 你以为你是什么官啊 不过他都不敢让我伺候 我会到你这来给你洗地 海瑞这回可警觉了 在撇着旁边木桶水瓢 同福建老家洗地之时 那如出一折的爽快水林 这会怎么瞧 都多上几分谋算的味道 你不会是将家母接来了吧 眼看海瑞情历原地 显出急色 谭伦索性坦白 一五一十 海瑞连水瓢都抢走 颇有歇斯底里的质问架势 崇安县的灾民抚慰是个大工程 还有瘟疫肆虐 潮局又动荡如斯 凶险了得 这时候把老母亲接过来 安那奶门子好心 谭伦对海瑞近乎于恶劣的 急切不甚在意 还第一时间认了错 紧跟着就直指核心 六月已经过半 淳安田地几十万亩 改道为丧 投入那么多银钱粮食 折腾了那么多大官显贵无辜性命 再不赚紧时间赶插秧苗 怕是要给本就亏控国库的大名 雪上加霜了 海瑞宛如踩出痛脚 赶插秧苗和张家母接来有什么关系 海大人颓然 淳安局势 早就逼得他烦闷不已 谭伦仍旧端立原地 放缓了嗓音 借粮不要利息 改道为丧好处练了一箩筐 百姓却提着心吊着胆 不借不改 不敢信任招令西改的官府保证 谭伦一字一顿 就怕你这个青天大老爷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没人替他们做主 海瑞默了下来 却也带着心气不愿搭理谭伦 现在纯安的百姓都信服 你要把他们的心都按到肚子里去 现任官不带家眷 谁会相信你在这里能待多久啊 人心似水 民动如烟 时间再拖不得 海瑞听得无奈也不再吭声了 挽起裤腿 拎着木桶摇水 一下一下泼向地面 坎伦便也沾将起来 两只水瓢廊下泼水 一时间双双静默了下来 海瑞处理稻谷的时候 坎伦便又轻轻念起 受灾了半个剑的剑德之陷王用急 也将家眷接到身边 不出半月 也能将桑苗插下去 说到这里 他突然看向海瑞 郑重严肃 你来这里做的一切 不久就会减在地心 请百里路 半九十 有了这番政绩 今后风江入阁 不是没有可能 海瑞却变了脸色 你少拿风江入阁 那些话来激我 当初做官淳安 御王之下 张居正谈论那封人才招揽信 尚且是字字诸姬 敏感五内 你们当初写信 让我来传 现在是怎么说的 什么公之母 即为天下人之母 公之女 即为天下人之女 莫即未干 危机四伏 将来情形如何 还在魏顶之中 你们却巴巴地 把他们就接来了 你想风江入阁 我海瑞可不是为了 风江入阁来传先的 当真如比家 矗立在那儿 气氛难忍地发作 把唐伦彻底 蒙在了那里 好一会儿 才整理好思绪 开口即认错 这句话是我说错了 把你请到船来的是我 你在这样豁命地干 真要获罪了朝廷追究起来 连坐的人里 第一个就是我谈论 那时候御王保不了 你也保不了我 不是说后怕的话 从你动身那天起 我就给老夫人准备了住宅 你丢了性命我坐了牢 我就让家里人 把老夫人和嫂夫人 还有小侄女 接到我家里去住 哪一天御王爷 真的要接了位 别都不敢说 替你讨个追逝 替老夫人请个告命 请朝廷拿出一番俸禄 替你养家 这还是能办得到的 这一番指天逝日 百般思虑周全 海瑞便也气平顺了些 凯伦突然神秘一笑 我接他们来 其实也是给你安排一件大事 你想不想听 不听 不听 海家一门五子寺 成袭后代 视为海家母子一则心病 谭伦迅武成竹地说了个名字 李时珍 医者人心 早见浙江塞翼 双情尤为不仁 这回也跟着江苏两传 同谭伦一起 来到了淳安 海瑞立时便肃怒起来 你是说在宫里 反对皇上信方术的 那个李时珍 神医之名灌天下 海瑞遭谭伦这么一通说服 脸色也慢慢舒缓 心里成了情 对灾民也更有了交代 海瑞见到李时珍的时候 神医大人正被王老头揪住 通身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 说起王老头 当初看守大牢倭寇之时 他通天有路一块 被两个千户威胁签字 如今淳安变了天 他也有心讨好青天海大人 也主动来了 看守灾民喝药的差事 碰上这么味不知身份 对着药汤指指点点的陌生小胡子脸 争执难免 再听他口口声声的 民可使游之不可使之之 联想当初对两个千户 口口声声说不识字 可见此人也是滑头的紧 海瑞显然是瞧不上这样端句的 民可使游之不可使之之 为百姓干一点事便不耐烦 以后再拿什么少人的话下说 自己张罪 无论何种境地 李时珍总是淡淡的一世独立 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 海瑞也不显异色 从善如流喊起先生 倒是李时珍 听完百姓治疗疫情的药方 是海瑞根据千金方抓药 惊得不得了 药王孙思苗 以人命贵重于千金 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待 价值更省于此 总结前人经验 著书立说 命名千金药方 是中医理论学的极大成之作 为历代中医药学家所重视 甚至在某个时刻广流国外 养生维稳 小病小痛 基本上千金方便可抵百用 但显然 对于疫情这种 不容小觑的公共卫生事件 药盛觉得药王的千金方 还是担保局限了些 李时珍先来在病上不容置疑 破为专制 倒是海瑞那宁哲不弯的主 刚刚还又是摔瓢 又是吼人的 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此刻 却是毕恭毕敬的拱手应声 瞧得谭伦似笑非笑 安静旁观 等二人再回后堂 谭伦才开口问询 有本事的人啊 脾气都大 哦 比你脾气还大 谭伦上扬着声调 难掩笑意 今天来了个 比你脾气大的李先生 明天还会来一个 比你脾气更大的老夫人 请来这两个人 我就可以走了 时间紧急 局势变化 谭伦便与海瑞 就着两杯清茶 浅谈国事 改道为丧局面 已然是复杂难解 出乎了严党的预料 他们打量着 兼并百姓田地 补国库亏空 再也搞不下去了 皇上更是始料未及 可国策有了变数 总得有人顶罪 亏空总得有人填上 拿来开刀的另有其人 便是海瑞 也认为该到了 严党倒台的时候 然而更大的变数 尚在东南沿海边 倭寇虎视眈眈 准备大举入侵 胡宗县领着七七光抗窝 没有不烧钱的军事活动 可国库是空的 那么大的摊子 唯有严党可接手 严家父子未酬钱 只能把算盘 打到聚财的浙江首富 多年委任皇商 才给皇商面上贴金的 神医石身上 百姓的田地 倭买不了 换不回真金白银 为生一条 抄富商巨股的家底 方能真正填补那份亏空 海瑞证然 遭起分不忍 可沈一时这次 是拿自己的钱买粮 借给百姓 抄他的家 未免不尽天理 然而 严党改道为桑 兼命田地撕心慎重 欲望一门心思导言 下方海瑞 王永吉等政治官员 拼死抵制 沈一时为求自保 私改了奉旨赈灾 拿钱给皇帝 买了面子人心 可历来国库亏空 要么取之于百姓 要么略之于商 而今百姓保住了 沈一时 威矣 至于罪名呢 罪名还不容易 就拿他私自 打着制造局的招牌 买粮赈灾 朝廷就能给他 安上一条 商人乱政的罪名 海瑞疏然起身 眼中一是一片 悲愤苍凉 市农工商 都是朝廷的子民 朝廷挥霍无动 官场贪磨横行 可到了这个时候 却弄成如此结果 可见立国不正 大明朝再不整治 亡国有日 坦伦突然抬手 指住海瑞 整治是以后的事 严党一倒退 朝廷必定会重用你 为了谋国 你要学会谋身 话言至此 海瑞却切实地 感受到了一份感动 战事一触即发 谈论此去也是凶险万分 兵者凶也 此次前去 你要多保重 难得海瑞如此认真地听劝 也是欣慰不已地松了口气 话出口的 全是殷妾叮嘱 前方打仗 就怕后方不稳 淳安是个住在线 你稳住了淳安 就是稳住了半个浙江 你海岗分稳住了 我坛子里就不怕 半个月内 让百姓赶紧把丧妙都插下去 产了生丝 全部卖给制造局 既要为百姓牟利 也要对上面有个交代 我也好向上面说话呀 海瑞沉默了少请 终于重重地点了点头 坦伦踏出门口的时候 却见海瑞抢先蹲下 捧起他的鞋 固执地厚在那里 庭院上空 月色皎洁 坦伦垂目 慢慢地将脚伸了出去 后半夜的月光如水 坦伦覆手而立 凯然以待 至于被惦记家产的沈一石本人 难得的身着六品官服 稳步平和地挂着满身封尘 进了制造局 雕兰画动的末房室内 早有一曲广灵伞 丝丝绕绕绕地蔓延耳边 隔着沙漫 沈一石知道 正是束手鲜鲜的云娘 轻抚琴弦 葡萄梅酒夜光杯 玉饮琵琶马上催 对我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沈一石迎上了杨金水 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瓶 西域而来的葡萄酒 醇厚清香 入得杯盏 却巨石银制 沈一石只滴出这眉眼 并无半点波澜 公公 终于回来了 杨金水望着他 我能不能回来 并不难 你这次能回来 倒是真不容易 带着几十船粮 从杭州到淳安又到建德 杀了个三进三住 竟然没有罪卧沙场 好本事啊 来 先干了这杯 银杯子自测是否带毒 杨金水让沈一石宽心喝酒 却不再多言 直到沈一石出口 我对不起公公 也对得起公公 这件事从一开始 我们就错了 我们 杨金水将酒瓶砸回桌面 咬着牙取决我们两个字 你说的这个我们里边 有我吗 都有 沈一石略低了下头 改道为桑这步棋 从一开始就是一步死棋 杨金水听出了点言外之意 专注地望着这个 打了近十年交道的 活得最不像富商的首富 改道为桑国策之初 胡宗宪不顾恩师情义 违抗延党 再后来 沈一石去北京多入未归 浙江却变了天 胡不堂免了浙江巡抚的兼职 新来了浙江之府高汉文 崇安之线海瑞 剑德之线王永吉 沈一石威闭了双眼 带上了几分悔不当初的无奈 我们已经卷到漩涡里去了 不是我们 是你 你们卷了个漩涡 想把我也卷进去吧 每一句都被顶回来 杨共这回显然是气得不轻 沈一石垂眼沉默片刻 又抬起了头 论起了剑摆灾民田地 丰年四五十弹稻谷一亩田 便是灾年也不得少于三十弹稻谷 可撕之成仇 亦多半要用来补国库的亏口 剩下的利润 还有郑和等诸位大人分成 便是剑买出的十弹一亩田地 也才是个不赚不赔 即便如此 对外还得冲大头 演出一副索德颇丰的富可敌国模样 索性打碎了门牙往肚子里咽 每年还能多产三十万匹丝绸 也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 尚能勉强度日 然而十弹一亩 灾民当真就是无神活路 到时候失了民心得了钱财 而高汉文海瑞王永吉三人 思虑皆在民生之极苦 姚丁必须按照试价买田 可制造局这边 赔都不一定赔得起 便是叫沈医师 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现银 买上几百穿梁 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话说到这份上 沈医师的艰难辛苦 杨金水略有领会 缓和了态度 这倒是实情 坐下说 也不似先前那般剑马弩张了 在杨金水的事宜下 云娘端坐勤心 一手手琴声响起 杨金水与沈医师的谈话 便只二人能听见了 杨金水目光透出一副沉痛 几年了 我怎么带你的 你自个儿心里比谁都清楚 沈医师同郑碧昌和茂财合作 拿云娘时美人界陷害高汉文 又打着制造局牌子去买田 也是杨金水最大的困惑 这两件事哪一件也不该是你干的 你做了一件事你都是在找死 我想不明白 我就在这等着 等你扛着脑袋回来 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沈医师始终不紧不慢 等杨金水说了个痛快 才轻声开口 为了公公 也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们能全身而退 杨金水紧紧地盯着他 多股势力进出浙江 小哥老派来高汉文 豫王举荐的海瑞王用吉 显而易见 豫王严党在改道围桑上较劲 倘若高汉文进入杭州 以直属上司身份压制海瑞王用吉 他们可以继续按照原来方案 也就是两党相争 制造局置身事外 只管买田产丝 可巡抚衙门一事 出乎所有人意料 高汉文不同意实弹田价买田 旁观便也愈发清楚 豫王他们不愿失去民意 并打算用这件事导言 严世帆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不愿担任商民误国的骂名 才派来这个搞理学 存人心的高汉文 试图填补国库亏空的同时 杜军豫王挡钻空子 到时候担争恶名的 恐怕就是吃吃成熟的前线 但牵扯到宫里 皇上的身上 怕是朝野 便也没人敢说个不字 至于郑碧昌和茂财 这俩浙江第一眉头脑和不高兴 谁是打从心底是看不上的 这两个人 就是两个官场的婊子 他们从一开始 就想讨朝廷的好 他们在中间捞好处 踏青苗毁滴燕田 什么事情都敢做 到了后来 发现情形不妙了 就慌了神 一门心思 想把小阁老派来的人 和豫王他们派来的人 推到前面 他们更是想把制造局 推到前面 他们躲到后面去 有朝一日 就是天塌下来了 也砸不着他们 这俩打量着 是云宁的美人计 把高汉文推到前面去 可海瑞当堂玩命 给高汉文打抱不平 翻旧账 诉大名律 刀刀见血 高汉文搞不成 郑和便整出通窝的陷阱 打算把海瑞 推到前面去干 紧跟着 又让神一时打上灯笼 打算把制造局 也推到前面去 杨金水突然生了暗火 那你就答应了他们 瞒着我去干 神一时想了想 还是抬头答出了事 杨金水争住 直勾勾地审视神一时 在下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朝廷将来能知道 他们所有的事 都是瞒着公公干的 杨金水瞬间如冰水交顶 谋光深沉起来 为了改道为丧 先是毁迪燕田 再搞出通窝大案 事态不可收拾 早晚有一天 严松父子同欲亡一挡 必有一声一绝 届时知道的多了 未必是什么好事 杨金水几乎于震惊了 不错眼的望着神一时 你是说 你一开始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田 是故意不让我知道的 让我向朝廷揍一本 然后把梁给借了 这样一来 朝廷就会更相信这事 这事从头到尾 我都不知道 神一时沉静地点了点头 让自己这样干净地抽身而出 杨金水一时无言 看着神一时 顿时百砍交集 跟着他柔声将云娘换了出去 双手捧着酒瓶 亲自给神一时针满酒盏 我们这些人 从小就没了家 做了这好人 讲的就是两个字 对上美要忠 交朋友要义 这样的肺腑 在这样互相算计 忌惮的相处中 是从未有过的 酒才引进 神一时眼中竟慢慢湿润了 杨金水面上拢了感伤 深叹了口气 宫里的生意是大 外面都打量着你 赚了多少钱 可是你赔进去的 比赚的不少 为了给我装面子 你把云娘送给我 你赔了多少小心 带了多少干气呀 神一时喉咙攒动 有些哽咽了 杨金水转头面对着他 你今儿就把云娘领回去吧 神一时突然威高了声调 云娘 我是绝对不会再领回去了 公公回了北京 要是愿意带着他走 就带他走 要是不愿意带他 我就准备一份嫁妆 让他挑个人 嫁 巧着这番 反若准备多时的考量 显然是早给云娘 想好了退路 饶是杨金水也不由得感慨 你这个人哪 吃亏 面带全某 腥干肠子可都是软的 沈医师就宛如了却心头大事 连酒都和他畅快起来 杨金水也露出了几分笑模样 今天我就给老祖宗上个本 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清楚 我们是把粮食给震了 那全是为了给万岁爷挽回面子 浙江的改道为丧 要不要搞 这团乱麻让他们去扯去 锦衣卫的人已经来了 事情会一件一件去查 沈医师只沉默着不发一言 仿若与他无关 又似乎他早便明白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相安无事呢 北京城人心浮动不安 也在找那个填补亏空的商 大殿之上又亮亮堂堂的 跪下了两列红色身影 私里见四大太监居左 内阁五大阁员并列跪在右侧大岸 嘉靖的朝会不常开 但凡开始必然是有了天大的变故 这一回 众人没有等到违账之后的生生同庆 不见一丝风的闷热 嘉靖身着松江棉布大袍 从容冷漠地慢慢夺了出来 其后 罕见地跟上了一道黄色身影 大名准太子豫王 嘉靖搭了着嘴角 面色阴沉难看的扫视群臣 最后 严松身上 朝局耽误内忧外患并起 年迈的老臣自请罪责 皇上却有意放慢了语速 换了个主题 此言一出 群臣接阵 徐接高拱张居正 自认为这话题中心针对的是豫王 便是豫王自己都多了几分忐忑 严家刚出了那么大的事 严世帆毫无怀疑这话直指自己而来 而吕方跟儿子遍布 身旁三个丙比太监 也得叫上一声干爹 这声父子 早让三拨人警惕了神色 心里没底起来 皇上率先瞥了严世帆一眼 八十多的父亲了 扶他坐下 圣意不明 小哥老汉都下来了 皇上又仰起下巴 适宜了豫王 从古至今 最难的是什么人 是父亲 年初李飞诞下一子 皇上得了皇孙 一高兴少了十万匹丝绸 到底是史上有名的贤后 至此国库艰难的时刻 李飞劝诫豫王 将十万丝绸归还父皇 是做儿子的不认我这个父亲 还是做孙子的不认我这个祖 所有人竖然踢下头颅 唯恐露出一丝表情 豫王早就贵妇下去 大气也不敢出 不知过了多久 家境才缓慢开口 这回轮到所有人下跪了 惶恐不安 常言爱民如子 这位为君为外民之父的天子 现如今面临这样的困境 内忧万患一团乱麻 家境突然眯起双眼 朕怎么就当了这么个父亲呢 这是有怪罪之意了 严松体察 联盟满口请罪认错 朕跟你们说了不义朝局 皇上就立刻打断了他 这将局势复杂 同下跪的诸位论 不过是看他们 如果将自己干净地摘出去罢了 皇上早起因为密报 对局势清晰且客观 总督巡抚暗查史 就连一个刚刚上任的杭州知府 都是你严格老跟小哥老派去的 制造局是立方派的 受了栽的两个县份的支线 是朕的儿子 向力部举荐的 家境虐待嘲讽得了然 你们现在还跟朕谈什么朝局 这又是一根子打翻了所有人 没人再敢吭声 大气不敢出的跪趴在原地 家境又恢复了先前给群臣上课的语气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可有的父亲啊 就甘愿去做这个马牛 立马开启定点狙击 天松 女方 你的儿子就在这儿 他平常对你如何 你比朕清楚 朕呢 现在只想跟你打个招呼 不要事事都听他的 关金点 对你对他 都有好处 云遮雾罩 褒贬难鸣 其他人趴在那里动也不动 严世帆更是趴在那里发懵 家境已经转向了吕方 这回语气中 带上了一回对自己人的亲力责备 你本是个没有儿子的人 可你那儿子比谁都多 那么多干儿子干孙子 你累不累啊 我逼错了 无关对错 结阴糊涂 吕方便也目光真真地低下头去 死言一出 便知皇上并无怪罪之意 宫里宫外那么多太监宫女 都叫你老祖宗 死了的人才叫祖宗呢 你一个大活人 让人家当死人叫着 叫也把你叫死了 吕方随机磕了个头 奴婢 着实糊涂 家境缓步下了龙椅 悠扬着声调 提到了杨金水的制造局 还有那差了五十万匹丝绸的订单 以及东南一处激发的战士 总不成胡宗仙的前方打仗 跟朕要军饷 朕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吧 吕方当然晓得皇上的心思 这一大段没说一个伤子 可句句直指的都是那位奉旨赈灾的浙江首富 陆毕先行请罪 请罪就能把钱请来吗 吕方突然抬眼 直视侧方的内阁重臣 是想告诉内阁制造局是大明的制造局 任何人打着朝廷的招牌 经商营私都是以伤乱政 近乎是明白直接告诉内阁 按这个罪名转人抄家 末了还要加上一句 都与制造局无关 内阁应该查明此人即刻拿办 如此有了钱再下个保证 总算是一出一道 抄商人家田中国库的流氓办法 几位国家之公骨瞬间松了口气 皇上也不再来回夺着步子 又恢复了一派淡然 这也是海瑞第一回 进入家境的视线 他紧接着又看向福贵的儿子 这个人是朕的儿子举荐的 这个债就让朕父子来还吧 向来不是很受待见的豫王 这是被父皇叫儿子最多的一次 几番惊吓出了一身冷汗 可到底这一局是颇得胜心 这项的家境早已挥着衣袖 个人的算盘 个人打好 个人的债 早撂下一众贵异的红 以及一片惶恐的 那道蓝色身影慢慢消失 众人这才揉着膝盖起身 豫王谁也不看 物资离去 吕芳的目光直直地妄想言松 严格老苍老的声音愈发坚定 多带上了几分恳切 你可以 六百里加几发基地的浙江 炒了那个神医师的家 炒两孟军给胡宗仙 我立刻你票 船票送进了杭州已是傍晚 本就是战事发生 杭州早已戒严 宣门外灯火通明 官兵站岗 十分森严 连夜召开省级会议 高汉文快马及时 自除安见得赈灾而来 如踩入浙江的那场迎接礼一般 还没翻身下马 高辅他就听见一声 里边急得不行 都等着您哪 他等时就促起了眉 刚跨进衙门 那个地址掉到书半 又踢耳凑了过来 自衣袖送出纸条出去 才一打开 高汉文便犯起了一阵恶心质感 正是那张威胁过他的 我与云娘之事与旁人无关 他历时就变得冷峻不屑了 垃圾一样扔了纸条不再搭理 书半则就慌里慌张地接住 眼疾手快地撕了个粉碎 高汉文踩入大堂 第一眼看见的 便是四位灼红色锦衣 头戴无斥黑纱公帽 身法敏捷精进 接出一道干脆利落 可才一入厅 四个北镇俯斯锦衣卫便起身相迎 到底是隆重了些 高汉文自觉没那么大面子 愈发谨慎警惕起来 下手居左的 正是仅靠以备 垂目如入定般的制造局总管 杨金水 面无表情 无人知其心头波动如何 巡抚案头斗大的文件摊放 征笔昌瞟向杨金水 卖了个乖 杨公公 是您说 还是 我们说呀 杨金水一脸灰暗 显然没什么心思搭理 吉地是寄给你们的 都这时候了 还把事推给我吗 张密昌对着孝培小心 便转头看向高汉文 内阁集地言之有二 战事紧急 胡宗县七级光的军需粮草兵源 即使急需补充 全民戒备 至于第二条 便是沈一时的结果了 查 浙江商人沈一时 欺瞒制造局 营商匪司 以商乱政 着令 即可将其抄家拿办 所抄私财 西数 吊拨军用 无人察觉的 杨金水眉头震颤了一下 接着便再无反应了 高汉文早已是行神俱阵 他第一时间 直望杨金水 却见到一副 双目低垂的模样 不带一点惊气神 郑比昌倒是不回避目光 并且显然是有事相伤 神一时釜底的抄查 和协助锦衣卫办案 这也是为什么 今晚非得等高汉文 开会的原因 这显然又是一场 冠冕堂皇的为难 和责任推举 高汉文未回话 而是将身子坐了回去 神一时可是有 制造局的六品棺带 不知这个极地 司里剑知不知道 杨金水反应极快 他没有什么棺带 也不是制造局的人 杨金水话音才落 仅因为朱七立马皆生 同时制止了高汉文再要多言 内阁的极地 司里剑披了红 披了红就是照命 高汉文历史便知道 那个同样喜欢广陵散 向往着极康的人 已是段无转环的余地了 照命就得跪接 高汉文便当堂了起一百 下跪接了这份极地 上千架织机被查封 还得小心安抚 不敢让织工停下 说到底 不都是为了私仇换银罢了 进沈云时别愿抓人的时候 锦衣卫却罕见地迟疑起来 寻了座椅不再动他 管他 我们就不用去了 高汉文争愣着 分外不解 因为我们也归司里见过来 给杨公公一个面子 高汉文从骨子里冒出一阵凉意 便这一瞬的沉默 他仿佛通通明白过来 在这个大明朝 什么理学良知朝廷律法 压根是从上到下 都淹没在一片污泥浊水之中 他迅速转身 大踏着步子离开 昔日精致煤炭 却被一片沉寂取代 如同一片气宅 曾经堆放账本的地方 此刻空空如也 为胜白纸黑字 字字朱击 高汉文立刻便蒙在那里 紧跟着 一记苦生便生生不息地 响彻耳畔 侯非侯 王非王 千胜万计 归芒山 他的席 曾经 我之后 君妇商 一曲广陵伞 再奏 带银娘 带众人反应过来 整座别院琴房 已进入一片火海 包括那个披散着头发 闲似的 如同一个自在洒脱的文人 便这么走进一片灰烬中 消失而去 这首临别鼓曲 正是思凡中的那句 风吹荷叶煞改编曲调 夜深沉 也就是击鼓骂曹的选段 在那样的烈火中 感受神医师溶于烈火的 愤怒与悲凉 神医师的全部账目 早在四口香 同边的红木大香中 美之上贴风条 城之造局巡抚衙门 正比昌和茂财 早在旁边枯作凉酒 是开还是烧 烧之前要不要看一眼 纠结了大半场 二人才为诺地转身 看向始终沉默不语的杨金水 请杨公公定夺吧 杨金水早对这样的扭捏作态 厌烦到了极点 实在懒得搭理 正比昌不得不表态了 对朝廷负责 对制造局负责 那就打开来看看吧 杨金水冷生 那就别打开 再不给人留面子 要是针对朝廷负责的话 就把他们敲给四个锦衣卫 送到朝廷去 瞧着杨金水不思作假 竟真要转身离开 郑比昌再不想担担子 此刻也不得不做出个样子了 开封吧 为前方筹募军需 毕竟是我们的事 和茂财早挡得不耐烦 我说也是 这几句话还像是人话 杨金水才慢慢转回 做官做人 就算七分想自个儿 也得有两分想得朝廷 剩下那一分 再替别人想想 想自及格儿 想到你们这样十足赤金 他冷笑不已 满脸嘲讽 这世上有十足的赤金吗 郑比昌被训得不是滋味 脸色也难看起来 却不敢还嘴 和茂财早手快地刷刷四了封条 那里果然是满满的账策 近二十年 整整齐齐地罗列期间 两位大人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看到了最上面那封信件 醒目扎眼 杨正和诸公亲戚 几页刑凯公公正正地摆上大案 一点也不像一个 明知自己大县江浙的人 三人同时想起那个 同自己亲密往来多年的大商人 那道不动声色的从容身影 就这样轻轻淡淡地浮现出来 夹境二十一年至今 二十年间 这是沈某上交制造局和浙江官府 最后一批账策 四任制造 五任巡抚 为胡不堂胡宗宪 与沈某无帐目往来 其余滚滚诸公 解不足道也 杨金水同样是面无表情 正和二人早就尴尬不已 更加急切地读了下去 二十年 知仇反四百余万匹 上交制造局共计两百一十万匹 个人官员分立一百万匹 所余之九十万匹 再买生丝 再产丝绸 艰难维持至今 朱公所建之账策 明不悍言 心惊 正和还来不及惊怒 就被下面的话吓出了冷汗 朱公建此账策时 沈某库存丝绸仅一百匹 作坊可知丝绸 已仅一万九千匹 据朝廷所需之五十万匹 相差四十八万九千匹 上百家筹断行 仅任私筹一百匹 上万匹桑田 浙江最大的作坊 最大三千架制造机 仅有私支不到两万匹 沈家言是家财散尽 所剩无余了 朝廷追究之之 朱公之心惊可知 我大明拥有四海 唐使朝廷节用以爱人 使民一时 各级官员清廉 齐心可重 可知于今日之国库亏空 你喊什么 上下挥霍无度 便略知于民 民便在即 便略知于商 沈某今日之结局 皆意料中事 沈某先行一步 似朱公 锒当于九泉 此日 不宜 早断了几人全部退路 前方募兵筹粮 后方国库亏空 朝廷至罪 没人躲得过 这位被拿来 捕亏空的大商人 已是无人想象的决绝 给周人铺好了绝路 何茂才怒气难难 你就是死了 也要进 十八层地狱 杨基水早就行神巨冷 家破人亡 就该入十八层地狱 逍遥法外 才能升大落升天 郑碧昌早就头皮发麻 出门商量对策 两位大人仍是警魂未遇了 完了 我们都被神医师玩了 杨基水副手行进 已没了久留之意 是啊 他是在拿命 在跟你们玩呢 杨基水的心 早就沉了下去 胡宗宪七级光在前方 仗打得那么难 朝廷把接济 他们的军饷 都指望在这次 超莫沈一时的家财上 郑和二人只好拼命做跑证 已先筹进一两个月 粮草军饷为代价 请救杨泥水赞不上报 至于给朝廷的说法 郑碧昌眯起眼睛 找谁顶罪 高汉文 此时的高汉文也茫然了 超完沈家仇顿恒 制造作坊 拿出来两万丝绸 他脸都跟着发白 定定的颤着声音 前方几千将士 正在和几万窝口血战 现在我们却拿不出军船 来接济他们 饶至沙发果决的锦衣卫 也不免动容 高汉文看着满目空旷荒凉 悲愤不已 神一世的家财哪里去 战策哪里去 制造就和浙江官府难逃急救 不追查 愧对朝廷 愧对前方将士 愧对受难的百姓 不知沦为背锅侠的高汉文 正带着一身正气忧国忧民 满大街找郑碧昌和茂才讨说法 铁了心追回沈一世家产 正是肾无头绪的时候 那个几番掺和的书办又凑上前来 悄悄声 送出了郑和二人的下落 全部冲突即将爆发 局势复杂的浙江 巡抚火烧后院 凶险万分的前线 倭寇不要脸皮 你死我活的朝局 仗策打败天下 别忘了三连催更